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级围棋教室 我们继续研究棺子技巧 我们来看这个棋形 这个棋形呢 那白棋要想呢 在这地方怎么样来收棺 黑棋这还是比较长的 虽然这儿棋呢有点紧 那么白棋呢 就看能不能利用 这儿有个力 能不能利用这个字 摆在里边呢 走出一些手段来 普通的下法呢 比如打 这个不太可取 加 吃 再搬粘 这是普通的一些下法 很容易看到 那有没有更好一些的 那更好的人打 大飞 那这大飞呢 跟加呢是一样的 大飞它也是跳 可以并 挡 打 再打再接住啊 这样更小了白棋 这是一般的一些收法 现在呢 要利用这个 它棄井的手段 点 贴 跳 看上去呢 还是可以的啊 看上去呢 这样还不错 那就要看气的情况 因为它如果接 你至少是斑粘 挡 接 这只有两气 那肯定是不行的 有两气肯定是不行 这样黑的不行 这样黑的不行 点呢 它就挡下去 它贴 你也不敢走这个 不敢走这个 走这个 它有打 你接了它拐 你接了它拐 这样黑气不行 但是点呢 它可以挡 这一步 我们看怎么样 它长 爬回去 搬住 只要给它搬住 这个收获就很小 只要给它搬住 你现在加 看怎么立 现在看打 打它就接 贴没起 贴它拐 你收起 它一打 就死了 那就看这个怎么样 这个呢 它可以搬 不能打 打的话 它就打吃 你不能接了 你接的话 它就打 你提了 它再打 这样是个接不归 并 并也不行 并也打 一接一搬 也过了 贴一般 另外呢 如果看接住 接住它有拐 也是打不下去 你打它 从上边打 提了它 也打吃 所以这几步呢 都走不着 这样也没起 你要贴这个 它拐也可以 飞也可以 飞也可以 你扑它就提了 你打它就接住 你打它 再接住 你打的时候 它一提 提的这个呢 白气连不上 黑气把这个提了 这儿有一个白子 这儿有两个黑子 这儿有两个白子 这是个黑子 所以一提呢 它正好接不上 当然拐也可以 拐也可以 拐它挡 这样解明一些 这样的是白气不行 它就看着了 点被它一压 就没有什么好的 棋了 刚才是退回去 退回去 被它一扳 那是没有棋的 你加它力 吃它都能接住 当然这四个实在呢 这两个呢 本来也可以不要 但是你加力 你打它还能接住 接住这里头呢 也没有棋 那就爬回去 是没棋的 如果长进去 但它拐下来 看这样子 外头有三棋 现在这下也打不着 你尖 它有挖 你打它打 尖 吃也行 这个样子呢 肯定是不行的 这棋明显不够 它吃你要接 它一挖 一挖钻 这白棋不够棋 所以点这个 被它一贴呢 就没棋了 它这儿呢 还是很长的 这样白棋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要想别的办法 看它看上 它气呢 比较紧 刚才点完了呢 它是贴 看来这个贴呢 这儿是要点 所以白棋呢 就从这儿来 直接来靠 靠呢 先来看 你如果接 它就立 你再挡 一跳 这刚才摆过 这样它比较麻烦 这样呢 它接 你就搬粘 那它一搬粘一并 这样黑棋死了 如果不接 不接呢 那就是 这不是要点 来看斑 斑的话 它可以打 你要接住 它有个断 断还是挺凶的 断完你不能扑 你扑它一提 这个不入气 所以扑是没用的 不能扑 不能扑 你就是无非是吃这个 只有吃这个了 你不能走别的 不能靠 靠的话 被它一冲 靠被它一冲 是不行的 打它接 这些都没齐 如果打这个 它冲这个 这只有提 提了它作严也行 当然你不提 可以打掉 再提 这样呢 白棋三棋 黑棋三棋 一人三棋 那黑棋呢 不够气 当然白棋 其实呢 不用走都吃了 先手吃 不用走了 因为呢 虽然是三棋呢 但是你扑完这个之后呢 有两个不入气 这也不能入 这也不能入 所以看的是三棋 实际上是四棋呢 四对三还轮白棋下水 这棋实际上是快两棋了 一旦出现快两棋 那一般的找法呢 就不用太想了 说明这个方法 是肯定不行的 接了给它一粒 你挡被它一跳 这个肯定不行 不跳的话呢 你就是跳这个 跳这个 这样它就成功了 它就可以拐回去 当然现在即使不走 也没问题 因为你挡 挡它能扳 挡它能扳 你打它接 你收起它 你接不了 你接它就 你接这个 它就打 这样白棋就逃掉了 白棋根据情况来判断 是该断 是该断的 把这个吃的呢 还是该脱鲜呢 这个很难把握 因为现在要判断的是 拐回去木树搭 还是断木树搭 如果断 如果断 那它还有挡 它肯定是挡 你搬的时候 它顶 你再打持 123456 到这1234 白棋一共是6木 那黑棋呢 12345678 到这是8木 你如果拐回去 如果拐回去 123这是4木 刚才是123 现在是6木 123这样是4木 那白棋呢 差不多 大约大致呢 你可以看成这样的样子 大致可以看成这样 这有两木 那这123 三木总是有的 所以白棋呢 5木是肯定有 白棋呢 差了一木 白棋差了一木 黑棋呢 怎么也不止差一木 因为黑棋不管怎么 接这边 你就顶 刚才呢 它都有8木了 123456 刚才呢 搬档12345678 刚才呢有8木 现在你怎么走呢 它也没8木 你比如顶一顶 它一地还不说有蛙 对吧 123 123456 这样是7木 但是你有个蛙 它可能呢 只有走这 这样123456 这样呢 它就有6木 那么这个结果呢 就黑棋呢 差了两木 白棋差了一木 所以这个 从收棺的角度说来 拐回去呢 最少要便宜一木 最少要便宜一木 应该在一木半的样子 所以收棺的时候 不要断 应该是拐回去 这是这个局部呢 大家养成习惯 你看这种形状 如果一断给它一挡 你扳给它一顶 那这个棋呢 并不便宜 这棋并不便宜 所以呢 还是拐过 拐过为好 123 拐过有5木 断的话呢 才有6木 而白棋顶了一个 打了一个 怎么也不止差一木 差不多差出来两木 只说靠 靠接就立 这样就逃掉了 那我们来看别的 如果挡立 这个大同小异 你接它就 这有一个 你还是不能挡下去 挡下去的话 给它一打 挡下去它 先拐 先拐好 你接 这样棺子呢 更便宜 你接它断 这样不够气 挡不住 挡不住 只有吃 给它一兜打 这样不行 你接这个呢 也损得更多 它一断 你还是挡不住 你只有打这个 它又扳 你只有打这个 它扳打 你体力一接 然后力挡住 或者你扳沾 这样123 123呢 还是黑气不够气 所以一靠呢 力是不行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 再来看扳怎么样 扳的话 它长 扳它长 你如果继续爬 这是不行的 继续爬 它再长 你要是打 那它滚打 再打 再接住 把这都吃通了 这样黑的不行 现在呢 就比较难下 不能爬 那就去看 接住怎么样 接住 也是一定要注意的 一步棋 它接住之后 那么白棋 现在呢 走别的呢 有一点 有一点危险 比如说冲 这也是一个办法 因为它如果接 你就断 它打 就长 它打 你就打 踢着铺踢着 打完 黑气吃 这样黑的不行 所以它接这个 扳完了接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它不行 你就可以爬 它接这个 你断这个 但是它打这个 你就滚打 踢着一打 一接 能把这个吃了 但是黑体可以打这个 然后再打 那下层这个结果呢 一看呢 白棋 其实收获呢 并不大 虽然也便宜一点 但是感觉上收获呢 并不是很大 所以黑棋呢 这时候接的时候呢 白棋呢 还可以拐 这样可以多吃点 因为拐的话 它如果接 你就断 接 再断这个 那它打这个 注意一定要注意长 一定要现在长 要不来不及了 现在长 等它打吃的时候 这时候再立 那它尖 你就靠 它收气 你收气 当然不用靠也行 那它反正它收气 你就收气 它收你就收 这样是个经济独立 这样黑棋呢 白棋呢 可以把黑棋这儿吃掉 那么断 它吃的时候 不能直接收气 直接收气呢 给它一尖 这下要死 因为你再打这个的时候 你再跑的这个的时候呢 它底下有个打 它底下有个打 这样不行 就是说你断这个 它打这个 你可以先跑 你直接收气是不行 你收气给它一尖 这样白棋死了 因为你在跑的时候 它是打这个 这样就死掉了 你再立它挡 它这儿就能入气了 所以跑的时机呢 要掌握好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当然不用断它打 你现在可以吃 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吃更好一些 吃它提了 你就接住 在这样的下边的局部呢 是个打结 它有斑 它有斑这个 它如果注意 如果斑这边 你可以立 这样是白棋杀黑棋 这样白棋 因为呢白棋呢 黑棋如果一挡 一二黑棋三棋 白棋三棋 因为这有个不入气 所以白棋实际上也是三棋 一人三棋 现在轮白棋走 白棋一收气 就把黑棋吃了 所以利这个是要点 利呢 他走别的也来不及 他走别的 你也是收气 他收气 你收气 这一步这一步都可以 那收气呢 黑棋呢 这儿不入气 这儿不入气 这儿这两个也不入气 这是恰言 所以呢 还是白棋杀黑棋 但是这样的白棋的木树呢 就好很多 那所以呢 一靠一扳一长 他接一拐的时候呢 那黑棋也就只能加了 你加这个 他把这个吃了 然后他打就提了 白棋这个木树呢 就比刚才好 因为白棋呢 打持这个还是先手 这个木呢 就比刚才大 明显的要大 打是先手 不走的话 一尖 还能把这串吃了 你立它挡 你打它从后边打 还得补一个 那么靠 我们刚才看扳了 扳它长不打好 那就不大行 所以就看接 接的话 紧住这一气 贴 这个是关键 一定要紧这个 这时候看它怎么办 它扳的就还原了 那它接呢 就扳过 这个收获也挺大 它还得补 这个是先手 不然一扳它就死了 那它挡你就扳 挡你扳一下 它打就接 不要直接挡 因为你直接挡的话 给黑棋呢 打了打了 打两下 白棋脱先了 所以不要直接挡 黑棋呢 还要打一下 来打 这样白棋提呢 就后手了 而黑棋一提呢 一打一打 这两个打呢 就打不着了 所以说呢 黑棋应该先打完再打 那白棋 接下来白棋是不是提 要根据局面来判断 这下要不要提 这是一个解答 那么这个情况 它如果立下去 立下去是不行的 立下去它断 还是立即断 那它现在只有打这个 它只有打这个 打这个 滚打 提了 退 不管它这边怎么走 它拐你就团 那就跟刚才还原了 它搬这个 这样的就跟刚才是还原了 这样跟刚才还原 它如果单飞 还是收气 单飞呢 比刚才那个效果要好一些 它团 退 退 你挡 它弯 收气 它收气 这样呢 它再收气 它一接 这样呢 它呢 现在呢 不撞这气了 所以这样白棋呢 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样白棋呢 不行 给它一飞 那看这个形状呢 你现在呢 不能团 你团这个呢 它一退 这样不行 那就靠 靠一冲 一打一提 你立它一挡一走 这样的白棋呢 这样呢 怎么走呢 都差一气 所以现在呢 还得继续想办法 靠它一接 你爬它一立 这暂时呢 还想不出办法来 那就是断 现在呢 只有断 断它打 你打这个 它提 你退 它飞 团不行 现在那只有跨 冲 打 提了 这样呢 是个缓气节 这样是缓气节 因为现在你打这个 接住 你来收气 它打 这是个缓气节 提 那就是个缓气节 似乎呢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就是靠它接的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你靠的时候 它如果接 这时候呢 白棋呢 就只有力 因为缓气节呢 缓一气节 你除非节才很多的时候 白棋要根据情况 就靠它接的时候呢 你要根据情况呢 来看呢 你这一步呢 能不能爬 你爬了它一力 这里边呢 是个缓气节 缓气节还是有点风险 所以呢 那力这个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摆过 它不能挡 挡了呢 你 它挡了你一跳 这样就有气了 所以力呢 它一跳你走 这是个正确的下法 如果扳 就长 这样就没了 接了一拐 这样黑棋是不行的 所以正确的下法 就是白棋靠 黑棋接 那它一力 它刚才爬不行 那一力一跳 到这儿呢 就结束了 那白棋根据情况 是断 断不如拐 是拐 还是拖先 那具体呢 要根据情况来 来判断 好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研究观泽 我们下面来看这边这个情况 这个样子呢 也还比较常见 这比较常见呢 就是跑 也许打结 搬 跑啊 跑完之后呢 它不理 那边打结 现在就看黑棋在这边呢 能不能弄出什么棋来 来怎么样 来弄些关子 这一步看来是第一杆 先拐 拐的话 它如果立 你挡住 这样要出棋了 因为它搬 挡 它这边 如果走这些 黑棋这一带 你又不点 点是好棋 净杀 走别的净杀不了 第一步要搬 搬它挡 这些就成打结了 因为不能接了 接被它一点死了 这搬不好 挖呀什么 就比搬好得多 但是直接一点 这样是净杀 它不能接 接了你爬后来 它挡你冲 那它打你 打体力收气 这样白棋就死了 所以立 肯定是不能考虑的 立被它一挡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手段了 那这就考虑搬 搬 要考虑这一步 搬的话 不要担心它打 它打吃 你可以从下边打 从下边吃 它提了 继续打 这个接不住了 这黑棋不能接 黑棋接 你把它蒸了 所以黑棋也不能打这个 那就只有挡住 挡住白棋接住 看来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白棋接住 那黑棋立 这是经常建造的一手 但是你立这个 它立这个 虎接都不行 那还是接吧 只有接住 接住的话 白棋有这步是好棋 先做一下眼 对杀的时候眼位非常重要 先虎一个 黑棋只有拐 那下步白棋呢 这步跟这步都可以 这步下的多一点 但实际上呢 现在可以下这一步 也不怕它搬 因为它搬的时候 你再点 黑棋走这个 现在它如果走这个 你走这个 它正好呢 来不及 黑棋呢 正好来不及 因为黑棋现在如果收气 那白棋呢 也收了 你立它打 你打它把你全踢光了 你立这个 它就吃这个 现在黑棋死了 现在黑棋是死的 黑棋没有走的 黑棋走什么 白棋都打这一步了 所以黑棋没有走的 你立它也打 你打它提 把这都提了 这些全踢通了 那你立它立 你接它虎 这步是好手 你一拐 黑棋拐 白棋收气 这下黑棋呢 就死了 黑棋没棋 走了接下来 黑棋如果现在收气 不管收哪步 没地方摆 比如说摆在这儿 那白棋呢 就还是收气 黑棋保这个眼不行 你打接 那就死了 因为下步 你挡不住 它这步打 那你立 打了都不行 立它就一爬 那这样有眼 杀无眼 所以黑棋这样不行 不够气 插一气 你打它就提 所以黑棋现在呢 不能立下去 因为你立下去 它一立 你接完它一虎 这步虎是关键 这是要点 那如果扳 这是长期想到的一手 但是你扳的话 它也扳 你接 那很多时候点是要点 这手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一步要点 接下来就 你如果立 接下来这下呢 比较难办 它得扑 等它提了 然后靠这个挡 嗯 靠这个挡 那白棋接是先手 扳 挡打打 提 扑提接 这是个 这是有个结 现在呢 这是个大结 就是它一扳 在 它扳这个 那黑棋呢 扳这个 白棋接住 黑棋点 白棋点 黑棋呢 这下一定要扑掉 它扑掉 它提了 走别的不行 走别的要死 比如挡这个 它扳 你接这个 它挡住 你现在提 还是缓一棋接 这样 差不多是这样 扳 挡 接 这是缓一棋接 来打这个接 白棋提 黑棋提 缓 这是缓一棋接 要根据结材的情况 来选择 是不是这样下 但是这个选择权呢 是在白棋 所以现在呢 这个情况下呢 黑棋扳 给它一扳 也不是很满意 所以这棋 做这个 你呢 这步还是要扳的 不管是扳 还是点 这个情况呢 就变了 它不管走什么 这儿是要点 挡住 挡住 它扳 它挡 你就打 打提了 这个没用 现在它必须搬这个 它搬这个呢 就一步黑棋扑 你不管是立 还是提了 就搬 你现在接不行 你现在接 给它一打 后手双活了 你现在打这个 那也是双活 接 你接它一紧 这样都没有用 这个脚呢 现在是个双活 那现在黑棋呢 弯这个呢 白棋 现在呢 没有什么好办法 如果现在搬 那这个做眼呢 就跟刚才不一样了 你比如可以扑 提 那实际上的立 也可以 这样也是双活 它挡 你就立 把这只眼呢 确保把这个眼做上 那它立你点 这也是双活 反正白棋挡 黑棋挡 一人两口气 双方一人一只眼 都是两口气 所以这个样子呢 是个双活 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是双方的最好的下法了 那就是搬 它挡 然后接 这就是双方最好的下法 在这个局部 黑棋呢 要学会 要下出来这步弯 它点 你确保这个位置 只要这个位置能保住 它搬你扑 只要能扑着 它体力一搬 这里边呢 就是个双活 是这个搬的情况 好 如果白棋结材很有力的话 加也是有的 加 那它打打 成了打这个结了 提了接住 它拐完了立 这个打结活 但是它呢 也很重 主要是呢 加 那它也不能立 立完了一挡 这要出问题了 它一打一立 这样黑棋就死了 它打打 当然这个结案 黑棋也并不怕 白棋这样也并不好 好 今天这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